大家好,接下来继续来学习其他货币资金的内容 看一下信用卡存款 首先了解一下它的概念 信用卡存款是指企业未取得信用卡而存入银行信用卡专户的款项 信用卡是银行卡的一种 那这个部分呢,您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对于单位来说 它们也可以有类似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那种信用卡 也就是说可以先花钱,然后再往里去存钱 只不过单位的信用卡跟我们个人的信用卡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一开始就要往里头存一些钱 而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个人的信用卡 是不是我可以不往里头存钱 我等这个月花完了,账单来了 我再往里头去还钱就行 但是单位的这种信用卡是需要先往里存钱的 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会计处理 看一下信用卡存款的要点 单位卡账户的资金一律从其基本存款账户转账存入 基本存款账户的内容呢 您以后会在经济法基础第三章当中去进行学习 我在这里稍微大一句 单位会有很多的账户 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基本存款账户 它主要的收入啊支出啊都是从这个账户走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方便监管 好 但这个地方您听一下就行 现在说咱们这个单位信用卡里头的钱 都是从基本存款账户转进去的 不得交存现金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现金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 不方便监管 不得将销货收入的款项存如其账户 这里指的是如果我们卖了东西 收到钱的话 那这个钱应该存在哪 您以后学经济法第三章 您会知道应该存到基本存款账户里 而不能存到信用卡存款里头 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 要不然的话相关的收入支出主要是从基本存款账户走 这样是方便国家以及相关税务部门啊 相关部门的监管 好 第二个 持卡人可持信用卡 在特约单位购物消费 但单位卡不得用于10万元以上的商品交易 劳务供应款项的结算 不得支取现金 钱头的这一些包括10万元的现额 您大体知道一下就行 主要是信用卡也不得支取现金 注意这是单位信用卡 您别跟您自己的信用卡比 您说我的信用卡可以取现 但是这个不行 这是单位信用卡 为什么呢 反复说了呀 因为现金不方便监管 那么我们国家限制单位使用现金 好 看一下账户处理 企业申领信用卡 应填制信用卡申请表 连同支票和有关资料 一并送存发卡银行 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进账单 我们要去做处理 此时就是把钱存到信用卡账户上了呗 所以此时就是银行存款减少 改成了信用卡存款 借方式 其他货币资金 杠信用卡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企业用信用卡购物或支付有关的费用 收到开户银行转来的信用卡存款的付款凭证 即所付发票账单的时候 这里说到的相关的这些发票账单 指的是我们取得相应的凭证 好 现在我们用信用卡去买东西 那么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卡 金额肯定会往下减 干什么了呀 买东西了 比如说购买的是办公用品 借方就会是管理费用 当然也可以是采购相应的货物等 但那得是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好 这里是以采购办公用品为例 此处没有去给您强调增值税的内容 因为这只是咱们的一个分路模板 考不考虑都可以 如果考试当中说考虑增值税 只要题目当中给了您增值税的专务发票 我们一般就是要考虑增值税的 因为净下税额可以抵扣 表示的是应交税费的减少 负债减少在借方 好 第三个 企业信用卡在使用过程当中 需要向其账户续存资金的 也就是说我该往里再去存钱了 那存钱的时候 是不是银行账户上的钱就少了 去到哪了 去到了信用卡存款 借方是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 非常的简单 第四个 企业的持卡人 如不需继续使用信用卡时 应持信用卡 主动到发卡银行办理销户 销卡时 信用卡余额转入企业基本存款账户 原来这钱就是基本存款账户转过去的 现在里头的余额也要再转回基本存款账户 不得提取现金 反复强调了 好 那处理也很简单 这回就是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减少 使信用卡存款减少 又转为了银行存款 看一下这道例题 基本上就是套用前面的模板 假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 向银行申领信用卡 向银行交存5万元 2020年9月10日 该公司用信用卡支付管理用 购书款3000元 这里强调是管理用的 我们以后讲到第七章会再去给您强调 您只要看到管理相关的一些花费 管理部门相关的花费 一般都是管理费用 好 这里其实对应的还是管理费用的内容 继续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增值税税额为270元 这是咱们教材上的例题啊 说的不是很详细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还会去强调一下说 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在咱们教材的例题上面 我们都是跟着例题的思路走 那它这里显然是让您去考虑增值税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写 假公司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路 首先呢 一开始申领信用卡的时候 一共交了5万元 所以是银行存款减少5万 借方是其他货币资金 让信用卡增加5万 接下来用信用卡去买了管理用的书 借管理费用 因为这个时候给您增值税专门发票了吧 上面著名的税额是可以抵扣的进项税 因为这是买进来东西 所以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270元 贷方呢 是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卡 那我们拿信用卡到底付了多少钱 是根据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相等 把借方两个数加一块 就是贷方 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卡要减少的金额 看一下这道20年的单选题 企业向银行申领信用卡 交存相关的款项 收到银行盖章退回的进账单 注意这里退回的不是钱啊 是退回进账单 是在说什么呀 是说我们已经申领了信用卡 好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当借记的会计科目是 我们申领信用卡 是不是把银行存款里头的钱 要给他转到其他货币资金 所以他现在问您借记的会计科目 应当是其他货币资金 选择的是C选项 接下来看一下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首先提示一下 信用证有国际信用证 国内信用证之分 以下内容呢 专指的是国内信用证 这个关于国内信用证 实际上已经非常过时了 由于咱们初级经济法基础里面 今年已经删掉了国内信用证的内容 那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深究了 看一下账务处理 企业填写信用证申请书 将信用证保证金交存银行的时候 根据银行盖章退回的信用证申请书的回单 就是咱们已经申请了 此时做处理 代方银行存款减少 借其他货币资金增加 明细是信用证保证金 第二个 企业接到开证行通知 根据购货单位信用证 结算凭证 及所付发票账单时 那这说白了就是说 我们确实的买了东西了 那么此时 咱们就会去借方确认买的是什么 比如说是原材料 或库存商品 接下来根据收到的发票 根据发票上的著名的增值税的税额 去确认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代方呢 是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证保证金 好 看一下第三个 将未用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余额 转回开户银行室 这块你很熟了吧 此时就是其他货币资金减少 借方式银行存款增加 跟前面一样 只不过这里明细变了 改成信用证保证金 看一下第六个 存出投资款 它呢 在我们初级考试当中的应用相对多一些 因为我们在下一个关卡 交易性金融资产当中还会用到它 好 看一下概念 存出投资款 是指 企业为购买股票 债券 基金等根据有关规定 存入证券公司 指定银行 开立的投资款专户的款项 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去买过股票啊 那如果说咱要炒股 咱首先得去证券公司指定的银行去开立账户 然后呢 我们把钱打进去 打进去的钱专门就是用于去买这些股票债券 基金等 这就是存出投资款 是专门存出去的 存出去干嘛呀 等着去投资的款项 是存出投资款 对应的明细啊 就是这几个字 其他货币资金敢存出投资款 账务处理很简单 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 应当按照实际划出的金额 带方银行存款减少 借方呢 使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增加 第二个 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等 使 首先 借方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增加 带方呢 是其他货币资金 这个内容您可以在这里听一下 我们之后在关卡三里会给您讲的更加的详细 因为当我们去初始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时候 有很多特殊情况 这个部分仅是最简单的 是一种参考 大家听一下 具体怎么用 我们听后面第三个关卡的 看一下这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向证券公司指定银行开立的投资款专户 划出资金时 应借记的会计科目是 我一旦划出去 借方就是其他货币资金杠存出投资款 他问的就是借记的 带方是银行存款 好 再看最后一个外部存款 首先看概念 外部存款是指企业为了到外地进行临时或者是零星采购而会往来购地银行开立采购专户的款项 那这意思是比如说咱们的小新企业总部在北京 现在我们派采购人员张三去南京采购一批材料 那您能让他拿着现金去吗 不能 是吧 怕这个万一被抢了怎么办呀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往南京的银行开立的采购专户上头去汇钱 你比如说汇一百万 然后呢 等张三到了南京去采购相应的货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在外地开立的采购专户上面的款项 这是可以理解为是存在外地的款项 就是外部存款 看一下要点 了解一下 首先企业将款项汇往外地时应填写汇款委托书 委托银行办理汇款 汇入地银行以汇款单位名义开立临时采购账户 该账户的存款是不计利息的 而且只付不收 因为本身有这个外部存款 是不是就是为了在外地 咱可以简单理解为买东西 那么只能往外花钱 不能往里收钱 这个内容还是与前头提到的 基本存款账户相联系的 正常赚了钱 只能存到基本账户里头 不能挨个账户里头都存 如果挨个账户里头都存 国家就没办法监管 好 付完清户 一旦付完了 这个账户就清了 除了采购人员 可以从中提取少量现金之外 一律采用转账结算 正常就转账结算 但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取少量现金 这就不关咱事了 好 我们看一下处理 也很简单 企业将款项会往外地开立 采购专用账户 根据汇出款项 凭证编制付款凭证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 外部存款 代方呢 是银行存款减少 这个非常的简单 不再重复了 第二个 收到采购人员 转来供应单位 发票账单等报销凭证时 说白了就是采购人员 已经买完了东西 然后呢 现在拿来了相应的这些凭证 那么此时我们就应该入账 买了什么呢 借原材料 或者是库存商品等 然后根据发票上面的增值税税额 确认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绩效税额 带方是其他货币资金 外部存款 因为花的是这个钱 第三个 采购完毕 收回剩余款项时 根据银行的收账通知 如果说我们采购完毕 咱们在外地的这个采购专户上头 还有余额 比如说还剩了5000块钱 那这钱就还要再收回来 此时就是其他货币资金 外部存款减少 又变成了银行存款 很简单 看题 单选题 企业将款项汇往异地银行开设采购专户 根据收到的银行汇款凭证回单联 应借记的会计科目是 注意现在是干嘛呀 把钱汇往外地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汇到的是外地开设的采购专户 是不是就是变成了外部存款 所以借方应当是其他货币资金 外部存款 贷方是银行存款 虽然说一般这种情况下 他通常问的是其他货币资金 但也保不齐下次考试的时候 问的是贷方科目 一定要会写分录 然后呢 根据题目的要求去看 他如果让写借方 就其他货币资金 如果让写贷方就是银行存款 别选错了 好到这里 关于其他货币资金 两银两信 存外部的内容 就都给大家说完了 接下来再看几道题 这几道题 其实都是在考其他货币资金的范围 您也可以回顾一下 前面带着您做的这些题 虽然稍微考到了账务处理 但主要还是在考其他货币资金的范围 对吧 像前面 及个别的那种纯考账务处理的题目比较少 好 看一下这题 单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 核算的经济业务是 A 销售商品收到银行成对汇票 我们说 当您看到成对 两个字 这是什么 这是商业汇票的一种 如果您还不是很熟悉 不用着急 我们在后面讲到第三个关卡的时候 还会给您单独强调商业汇票的内容 对于商业汇票 当我们收到的时候 我们应当记得是应收票据 因为这票据我们拿在手里 等到期之后就可以换成钱 这是应该收 还没收到的钱 对应的还是债权 是资产 是应收票据 而不是其他货币资金 不选A B 委托银行 代委支付的电话费 咱是委托谁付 委托银行付 所以一旦电话费付出去了 实际上是银行存款 减少 也不是其他货币资金 不选 C 开出转账支票 支付购买 办公设备款 我在前头特地强调了 支票是不是对应的是银行存款 因为我们开出去转账支票 人家拿着支票 去从我们账户上转钱的时候 对咱们来说就是银行账户上的钱减少了 这对应的是银行存款 D 为购买股票 将资金存入证券公司指定的投资款专户 那这是是不是特地把钱存出去 为了干什么 为了投资 这是存出投资款 是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范围 所以应当选择的是D选项 下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应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的 有还是在考其他货币资金科目的核算范围 A 销售商品收到购货方交来的商业汇票 这是不是应该确认的是 应收票据 当您看到商业汇票 或者是它的两个分类 商业成对汇票以及银行成对汇票的时候 对应的都是商业汇票 如果收到是应收票据 如果是咱们给别人开出去 是应付票据 B 为购买有价证券 向证券公司指定账户划出的资金 这是存出投资款 属于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范围 C 申请银行本票 向银行转存的款项 为了申请银行本票而存的 这是银行本票存款 是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范围 D 申请开具信用证 向银行交存的信用证保证金 好 这块也是其他货币资金的范围 这都是咱们前头 逐一给大家讲的 里面所涵盖的内容 到这里 整个关卡一 货币资金的内容 就都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快速的来复习一下其中的要点 首先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里头有几个点需要看一下 第一个是现金的使用范围 包括六个人加上零星支出 加上其他 那那六个人里头 其中有两个是可以超过现金的使用限额的 一个就是向个人去采购农副产品等物资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给出差人员的差旅费 对吧 其他的都不能超限额 而现金的限额呢 一般指的是三到五天的日常的零星支出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交通不方便啊 去趟银行很难啊 也可以再去申请一下 但是呢 最多不得超过15天的量 三五十五 继续看一下现金清查 现金清查是考到概率很高的 您几乎可以确定在考场上会遇到这道题 而且这道题通常是放在很前面 您一般在单选题的前几题就会遇到它 咱一定要会 涉及到现金清查 不论是钱多了还是少了 首先都先通过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账户去进行核算 它就是一个中转站 对吧 我们说少了借多了贷 如果钱少了 寄到贷处理财产损益的借方 如果说钱多了寄到贷处理财产损益的贷方 它只是一个中转站 那之后经过批准之后就会处理完 所以经过批准之后 我们去做会计处理的时候 要从贷处理财产损益账户里头反向出来 您原来借方进的 现在就从贷方出 原来贷方进的 现在就从借方出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接下来再去关注说 我们经过批准之后怎么处理 如果现在咱们是现金短缺 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赔 如果有人赔 寄其他应收款 记着点要跟人家收回来 不论是过失人 还是保险公司给单赔都一样 如果说是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的短缺 那这时候我们就认为是没管好钱 寄的是管理费用 如果现在现金是一余 那就是多了 我们就看一看 经过调查之后 是不是欠别人的 如果是欠别人的 我们就得寄其他应付款 因为要付给人家 但如果查了半天 这是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一余 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多的 钱是不可能自己多的 此时 记到营业外收入 一定要注意一下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一余 那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记的是营业外收入 但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 那就是咱自己没管好 记的是管理费用 千万别把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 继承营业外支出 每年都有学员把这继承营业外支出 那可不对 注意一下 咱们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 记的是管理费用 好 这个部分考到概率特别高 也是我前面给您盖章的 币记打卡的内容 银行存款呢 在本小节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银行存款有一个具有可考性的 就是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那 是咱们上一章第四个关卡财产清查的内容 接下来是其他货币资金 其他货币资金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范围 当然还需要结合着他们的概念 知道是什么 起码呢得会做这种题 能够看出来它所指的是啥 好 那它的范围怎么记来着 两银 两信 存 外部 对吧 一定注意一下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存款都是其他货币资金 但是商业汇票不是 商业汇票又可以分为银行成对汇票 商业成对汇票 那么如果这个银行汇票中间加喇字 变成银行成对汇票 那就不是其他货币资金了 而是对应的应收或者是应付票据的范畴 应收票据以及应付票据 我们会在后面的第三章 第三章就是咱们这儿 但是要在第三个关卡 以及再往后面的第五章 负债的内容当中学习 好 接下来就是支票 一旦我们企业开出支票 或者是收到支票 咱们对应的都是银行存款的变化 不会用到其他货币资金 这两个点 经常和其他货币资金的内容 一起混着来考赞 需要您关注一下 到这儿 我们整个第三章的学习进度 已经完成了15% 这一节 在后面还有很多具有可考性的内容 咱们刚刚通过关卡一样 不要过于骄傲 我们脚踏实地 一起踏踏实实去写后面的内容 本讲先到这里